大家好,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这是一场国际资本对中国产业的精心设计的绞杀战,但由于中国强大的产能与储备, 使得这场战争失败了。 北京时间3月7日16点,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基准涅价刚开盘不久突然连续拉涨, 一度飙涨于88%,触及55000美元每吨,创历史新高。 当晚,期货圈传出消息,因市场内的外资多头逼空,青山控股20万吨空单,岌岌可危, 后者正筹钱补足保证金,而伴随涅价大涨,后者浮亏超80亿美元。 一位了解此事内情的期货业人士记者上述传闻部分属实, 事情的缘起在于青山控股在LME一直持有20万吨的涅远期空单用作套期保值。 如涅价平稳,这20万吨空单不会造成任何问题, 如青山控股拥有足够的交割品,那也不会带来太大损失。 但恰恰由于俄乌冲突令,市场逻辑发生逆转, 青山控股这笔大空单和交割品不足的漏洞被国际资本捕捉到。 上述人士表示,期货市场的规则就是到期必须交割, 如果没有交割品就只能平仓。 伦敦交易所的交易规则规定, 卖方卖货卖多少都可以,但了结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到期给货,卖多少,交多少, 只是这货必须是注册的符合标准的货, 如果不符合标准的货达不到交割数量的话, 那么对不起,到期就必须平仓。 因为所谓期货就是有日期的, 有时间限制,到时间必须平。 原本青山控股完全可以通过购买, 额捏的方式来完成交割, 但不料制裁发生后额捏无法进入欧洲, 也就不能充当交割品。 另一方面,LME要求涅交割品的含涅量不低于99.8%, 青山控股自己生产的涅产品含涅量又达不到这一标准, 难以在LME交割, 最遭遇多头连续拉涨涅价的逼仓行为。 到了北京时间8日, 涅主力合约盘中突破10万美元大关, 两个交易日累计大涨248%,刷新记录。 至此短短16个小时, 青山控股的空单理论上浮亏已在120亿美元以上。 这种情况下, 另一种了结方式就是主动平仓。 如果原先的仓单爆了, 必须追加保证金以保证持仓不会被平仓, 但随着市场价格不断上涨, 浮亏越来越大, 需要追加的保证金就越来越多。 如果不追加, 即使没到期, 按照伦敦金属交易所的规则, 经纪公司也有权强行把你的持仓平掉。 这在全球期货史上绝对称得上是奇迹, 算得上是见证历史奇迹的两天。 多头们欢心鼓舞, 庆祝大转, 空头们沮丧挥泪, 排队上天台。 正在几家欢喜几家筹之际, 伦敦涅的价格又突然高抬跳水, 出现惊天大反转。 伦敦金属交易所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不得不在北京时间3月8日16点, 紧急拔网线, 暂停涅的交易。 这还没有完, 晚些时候伦敦金属交易所直接回滚, 宣布取消英国时间3月8日8点之后, 伦敦涅的所有交易。 这真是惊天大反转之中的大反转。 3月8日的大涨全部归零, 价格回滚到3月7日的收盘价50300美元。 表面上看到的是K线的大起大落, 以及价格的疯狂跳动, 背后则是财富的大转移。 有的人一夜暴富, 有的人一夜暴富。 如此大起大福必定是大佬之间的博弈。 事实上, 这是一家国外资本 对中国国内一家巨头进行的一场定点, 精准爆破。 此次伦敦涅的多方是总部位于瑞士的 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巨头佳能可, 空方是总部位于中国温州的青山控股。 资料显示, 青山控股2020年的不锈钢粗钢产量达1080万吨, 产能超过1000万吨, 约占中国市场供应量的35.8%, 占全球产量的21%。 2021年青山控股营收超3500亿元, 利润达数百亿元。 作为时控人的向光达, 则在2021胡润全球富豪榜上 以215亿元的资产, 稳坐温州首富位子。 青山控股为何要做空伦敦液? 青山控股掌控了全球四分之一的液产量, 占据国内液产量的半比江山, 称得上是世界液亡。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金属液生产商, 青山控股手上握有大量的产能。 他肯定希望未来液的价格能够上涨, 自己生产出来的液可以卖个好价钱。 但是市场并不会以人或者企业的意志为转移, 未来有可能涨,也有可能跌。 涨了,青山控股固然可以赚得多, 跌了,青山控股就可能会亏钱。 那要如何避免因为价格下跌导致自己亏损呢? 那就是在期货市场上做空, 以保护自己。 打个比方, 青山控股生产业的成本是1000元, 想在一个月之后卖2000元, 那么它就会在2000元的位置做一个空单。 如果一个月之后价格只有1500元, 虽然它现货的毛利少了, 但在期货上做空挣钱了。 如果价格上涨到了2500元, 它以很少的保证金开的空单被平仓了, 期货上亏了点钱, 但现货的毛利更高, 赚的钱也多了。 这在期货市场叫套宝, 生产商通过开空单就可以锁定未来的利润。 所以, 青山控股开空单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 只要有与空单相同数量的现货或者产能匹配, 就没有太大风险。 青山控股是如何被国外资本定点爆破? 早在今年2月份, 彭博社就发现一个神秘的伦敦涅屯货商, 持有了伦敦金属交易所一半以上的库存。 这个囤货商后来被证实就是加能可, 他们发现了青山控股等一群小伙伴开出了将近近20万吨的空单。 由于锁是电动汽车电池的主要原材料, 电动汽车市场迅速膨胀, 导致锁的价格持续上涨。 显然, 不断上涨的锁价让加能可站在了大势的前头, 对青山控股的20万吨空单极为不利。 更为关键的是加能可发现了青山控股的破绽。 青山控股生产的涅产品NIP和高冰涅并不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清单之中, 也就是说, 无论加能可把期货价格打到多高, 青山控股都无法按这个价格把自己生产的涅交给他。 这就会导致青山控股在期货市场上巨亏, 但自己又无法交割现货, 赚不到卖产品的钱出现两头空的局面。 青山控股成了加能可绞杀的对象。 持有了伦敦涅库存一半以上的多单之后, 他在等待着发动进攻的最佳时机。 就在这个时候, 俄乌战争的黑天鹅视线出现了。 俄罗斯涅的产能占到了全球的8.5%, 俄乌冲突造成了涅产能紧缺的基本面。 加能可依然耐心等待, 一直等到3月7日, 在最后交割日3月9日的前两天突然发起了攻势,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3月7日, 伦敦涅拉至90%涨幅, 3月8日盘中一度翻倍, 让所有期货市场参与人员都感叹火酒剑。 加能可选择进攻的时间可谓非常毒辣, 交割前两天爆拉, 留足了期货价格上涨的时间和空间, 但两天的时间却把空头打得一个措手不及。 据测算仅3月7日一天, 青山控股的20万吨空头浮亏高达80亿美金, 折合人民币500多亿。 如果不是伦敦金属交易所取消3月8日的交易, 青山控股的浮亏最高达到1000多亿, 睡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账户亏500亿,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相信只有青山控股的老板向光达才能真正体会到。 3月9日是交割日, 正常情况下, 青山控股要么把20万吨符合标准的涅线货交给加能可, 要么交不出货, 任赔离场, 故事还没有完。 戏剧性的一幕再一次上演, 伦敦金属交易所决定推迟原定于3月9日的交割, 这个决定对于有145年历史的伦敦金属交易市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毫无疑问, 推迟交割的决定也给了青山控股喘息的空间, 取消3月8日的交易减少了青山控股的亏损。 推迟交割日期有助于良性解决这场无情的绞杀。 需要指出的是, 伦敦金属交易所于2012年6月15日被香港证券交易所收购, 属于港交所的间接子公司。 这中间有没有中方高层从中斡旋尚未可知。 现在摆在青山控股面前有两个选择, 一试案每首50300美元交出20万吨的镍给加可能, 二试交出500亿现金给加可能。 在业内人士看来至关重要的货源终于在9日晚间有了眉目。 有消息说, 国家出手, 让国家储备镍和金川集团联手帮助青山集团。 青山集团用自己生产的高冰镍置换国储和金川集团符合伦敦金融交易所 交割要求的捏板。 这样就能保证有充足现火交割, 也有机会在期货市场反杀加能可。 不得不说, 关键时刻国家的出手立竿见影, 不仅青山集团不用赔上百亿美元的巨资, 还有机会把外资打服。 这将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挫败索罗斯做空港股之后, 我国又一次打败国际金融资本围猎。 最后加能可不得不高价接收20万吨的现货, 这就会让加能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为目前该期货的价格已经远远高出现货的价格, 青山控股按现货的价格收购涅, 再按期货的价格交割给加能可, 依然有利可图。 加能可则以高于现货的价格购买了20万吨的现货, 而此价格却是自己拉高的。 这就相当于青山控股反过来将加能可一军进行了一场反绞杀, 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建立在交易所推迟交割日期的基础之上。 当然,对于推迟交割日期这一举动, 加能可完全有可能提出异议,甚至诉讼, 所以此次多空对决还远远没有结束, 背后还会有多次博弈和反转, 还不能最终盖棺定论。 此事还没有结束, 但有些经验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如果最终多方加能可获得胜利, 定点爆破青山控股成功, 收割500亿利润, 那么青山控股将一次亏掉十几年的利润。 如果最终空方青山控股获得成功, 加能可抱着20万吨高价镍, 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瑟瑟发抖, 这将会使国内民企大败国外资本的经典案例。 这是建立在我国有巨大的金属镍产能, 以及掌握交易所从而置顶游戏规则的基础上。 这两点以前一直是掌控在国外资本手上, 这也是他们围猎我们屡屡得手的根本原因。 如果青山控股能赢, 这将是历史性的, 也是史无前例的, 更是史诗级的大反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